通通落網 進到屋內馬上呵斥 要求嫌犯通通趴下不准洞 也看到警方上門 所有人當場嚇傻 只能乖乖就範 桃園警方13號派出 寶大特殊警力 就怕會打草金蛇 刻意兵分兩路 先有一批人馬 從頂樓垂降到五樓陽台 封鎖嫌犯逃亡路線 另外一批警力從正門攻入 一局逮捕八名嫌犯 文南三女被帶出警局 根據了解他們透過交友軟體 隨機找人下手行片 先跟對方熟識之後 再勸誘投資運財 被害人匯款後遭到封鎖 才發現受騙 初步估計詐騙集團 已經得手數十萬 24台電腦和60支手機 都被查扣帶回 原以為在機房外 假裝監視系統 就可以成功躲避追棄 卻還是被警方一網打盡 狼狽落網 得付出慘痛代價 三星問 張英哲 楊心儀 桃園採訪報導 六月獨家帶你來追蹤 過去曾經揭發 國務機要被避案 而聲明大造的貴婦 李慧芬怎麼又上了媒體 原來他出面控訴說 今年四月份 入住了台北市一間 五星級酒店 沒有想到六月中 卻被原警 連拖帶拉的拖出飯店 讓他覺得自己 備受屈辱 但是警方特別強調 是因為李慧芬 激欠了一個月的房費 飯店提告報警 警方還同時出示了密錄器 強調這過程 沒有執法過當 她是當年 國務機要被揭蔽人李慧芬 坐上輪椅 大庭廣眾下 被推出飯店 指控原警 執法過當 今年四月 李慧芬入住台北市 這一家五星級酒店 在朋友牽線下 認識一名命理老師 一張張浴室和畫座 命理老師請李慧芬幫忙出售 五月雙方相約飯店碰面討論 李慧芬表示 之後本土爆發疫情 住在萬華的命理師疑似染疫 李慧芬擔心擴散 自我隔離 完全沒有踏出房間門 但沒支付房錢和餐費 直到一個月後 飯店終於報警 指控隔離期間已經滑倒受傷 卻還被連拖帶拉 分局也出示畫面 李慧芬覺得被這樣對待很受傷 但警方強調沒有執法過當 目前飯店也已經提告詐欺 三天新聞 鄭宇龍 張志豪 太平報道